周总 还是老样子 阳春面 这边请 好 谢谢 你稍等 您的面马上就好 好的 帮我把刚安客人的碗面 夹上来 周总 咱这么巧 你也给我来吃碗饭 我来吃碗面 这儿阳春面特别好吃 来 坐 好嘞 这么快就上了 先生 您的面 放这儿 我点的面 我刚才跟您点的是一样的面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阳春面 阳春面是扬州的一大特色 相传乾隆27年 阳春三月 南巡到淮安 在城里的一个面摊坐下来 点了一碗面条 你拿什么汤煮的面 还烫呢 就河里的水 这 这味儿 面汤清澈见底 阵阵香味扑鼻而来 乾隆连吃两碗以后 问这面叫什么名字 这什么面啊 店小二说 他没有起名字 乾隆回答 这么好吃的面 怎么可以没有名字 淮安是要地 而且现在正好阳春三月 那就叫阳春面吧 那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来动手吧 阳春面的一大秘诀 就是汤里要用猪油 今天家里没有现成的猪油 但是有培根 所以拿200克培根 炼一些猪油出来 把培根切成三厘米的小块 下一步 把培根 把培根放入锅中 不用加油 开中火 不断翻炒 猪油就这么慢慢地炸出来了 当最后只剩下红肉的部分 就说明猪油已经充分炸出 把猪油倒在一个小杯子里 把猪油倒在一个小杯子里 一会儿用 剩下的猪油 可以放在冰箱冷藏室里以后用 下面调汤的底料 每一份汤都单独调一份底料 碗中放入糖 四分之一茶匙 生抽一汤匙 老抽四分之一茶匙 再放入一茶匙刚炼好的猪油 撒一茶匙葱花 放一旁备用 下一步煮面条 锅里边倒入开水两升 这大约是三份的量 中火加热到水煮开 放入三人份的阳春面 面条需要全部浸泡在水里 看一下包装上煮面的时间 再加一汤匙鸡汤料搅拌均匀 面煮软就可以了 最后把煮好的面捞出来放在碗里 然后把汤倒进去 搅拌均匀就可以食用了 这样简单易做 香味扑鼻的阳春面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